各位浪群的兄弟们早晚 欢迎收看金鱼的野性成生文的目的 就是提升你的气场以及野性 让你可以过出一个无所畏惧的一天 那我们今天来到各位最喜欢的网聊分析 这个女生是个高质量女生 情商特别的高 那你要知道的件事情就是 当你在对于正妹在开场时 女生温度很低 女生很冷她挑战你 这些都是正常不过的事了 如果你要因为这样子就玻璃心 那你就不要想要去把正妹 当我看到这个妹子的智戒 以及她的照片时 我发现她就是个大吃货 甚至她在她的智戒里面 就用英文写foodie 意思就是吃货 除此之外 她有将近一半的照片都是美食的照片 所以我能合理判断 她就是个大吃货 然而当我丢了一个关于吃货方面的开场时 女生却不接球 所以我们在这一节我们就要来探讨 我是如何从女生的温度极低 直到我可以透过tinder与她交换line 好那在我们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 You know what to do 那个赞按起来就对了 这是你可以提供野心成生最好 也是最棒的价值 所以321 谢谢各位兄弟们了 好我们来到我们的网聊记录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一场全英文的对话 我与这个妹子约会之后 我们的网聊才会变中文 然而因为她的字节就是英文 她看起来也是个ABC 所以我的开场就是运用英文 好看一下我这边的开场 我说Name the most unique restaurant you tried in Taipei 在这边我指定女生说一个 最近尝试最独一无二的餐厅 看一下女生回忆我什么 首先她跟我传一个问号 再来她就说 As the beginning of our conversation 刚开始你就要聊这个问号 有没有发现女生在这边是特别冷的 你们如果要成功的网聊 你要成功的邀约 你必须要了解女人言语背后的含义 代表的是什么 所以在这边我们来个情商大考验 当女生说你刚开始聊 你就要聊这个问号时 那她代表的是 A 女生过去没有遇过 类似这样子的开场 B 女生是故意要给你很难搞 她在废策你 或是C 女生根本就不想要跟你这种货色 好好聊天 给你五秒回答 A 5 4 3 2 1 如果你今天回答B或者是C 那不好意思 你都答错了 你正确的答案是A 让我告诉你一下 在这边女生她的思考是长什么样子 来看一下我这边的讯息 我跟对方说 说一个最近尝试最独一无二的餐厅 当她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开场时 她会很问号 那这或许她觉得有一点点没礼貌 或许她觉得我在指定她要做某件事情 但我的大脑不会觉得她是故意变得很难搞 我会拉回到我上一个讯息 然后去检讨一下说 好 我丢了这个讯息了之后 女生并没有完完全接球 她可能觉得太直接 她可能不知道怎么回 她可能没有遇过类似这样子的开场 我的想法是通常女生会给一些负面回应 并不是她故意要很难搞 通常都是因为她其实有点疑惑 她有点疑惑为何我要运用这样子的模式 与她说话 我接下来的回应是 你不是跟我一样是吃货吗 说实在的 你照片有一半都是美食的照片 那我在这边有加一个 这有点像笑到哭的emoji 让我的这个讯息攻击性不会那么重 那你看一下下面的讯息 有没有呼应到上面的讯息 我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解说 为什么我要用这样子的开场 而我下面给的这些理由就是如此 我跟对方说 你不是跟我一样是一个吃货吗 说实在的 你照片有一半都是美食的照片 所以我才会有以上这个开场 是吧 但你们很多男生不是这样 你一聊到 我用紫色框起来的这个位置 你就开始不知所措了 你不知道怎么回应对方 你甚至觉得女生故意在攻击你 你觉得女生很难搞 你会有一大堆负面的声音开始浮现 导致你没有办法让这段对话持续 你不愿意检讨你上一段讯息 你也不愿意在下一段讯息 去做微调的动作 搞懂女生的思维长什么样子 这么重要的原因在这边 好讲到这边呢 我想要讲一件事情 即使我们是情圣 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误判 这边的误判在哪里呢 以这个女生的属性 前面的这个开场 如何可以再做得更好 例如我在这边 我就不要做指定的动作 也更好的方式 或许我可以问对方说 好奇 最近你尝试最独意味的餐厅 是哪一间 运用这种问号式的方式 问对方攻击性 就不会那么重了 但是记得 我是透过它下面的这个讯息 我这边只是框起来的这个讯息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我才知道 我需要做微调的动作 我们只能先把讯息丢出去 按照女生的回应 我们再去判断 女生的属性是长什么样子 在我们下一个讯息 做微调的动作 好当我丢出这些理由了以后 女生就说 Why don't you share yours first since you sound more pro than I do 这个会被翻译成 既然你听起来那么专业 不然你先分享你的好了 我们到这边 女生还是给一个蛮冷的回应 那我们第二个 情商道考验 所以当女生丢出这句话说 既然你听起来那么专业 不然你先分享好了 她的想法是什么呢 A 女生要摆个高姿态 建立很硬的框架 B 女生想要挖洞给你跳 C 女生想听听看 你的想法是什么 给各位5秒的时间回答 5 4 3 2 1 正确的答案是 C 女生想要听听看 你的想法是什么 如果你把妹PUA中毒 如果你红丸中毒 事实上你都会选A以及B 这句话既然你听起来那么专业 确实它带着有一点点酸的元素在 然而不要专注在它这个酸的元素 专注在于它整句话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而这句话它的潜沟通是 我跟你没那么熟 那既然这个议题是你想聊的 不然你先开始好了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情商 有办法去辨认女生到底在跟你说什么 那到这边呢 如果你没什么情商的话 你搞不好会回对方什么 很多白猛的男生会在那边想说 哦 我不想要入她的框架 为什么我一定要先 不是Ladies first吗 你可能就会喷一个 Ladies first的讯息过去 当你初步在跟这个女生聊天时 你的框架并不需要这么的硬 女生真正想要说的是 这个议题是你提的 所以请你先讲 你跟她在那边拉扯 推卸这个开启话题的责任 对你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你期望女生回你什么呢 拜托 用一下你的大脑 看出女生到底想要跟你沟通的是什么 并且去做微调的动作 不然你很容易会让女生想要 已读不回你 喷一个 哦 我觉得女生要先讲 诶 是我先问的 干 这种白目的讯息 就是为什么你会被已读不回的原因 在这边我回应对方说 其实我没那么专业 我只是喜欢尝试新的美食而已 然后再来我在后面推荐一个 TayBuy O'Bahn 如果你有买网疗神奇课 你会常常看到这间餐厅 我就说TayBuy O'Bahn 是一个我最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 所有的酒以及食物都是用茶做的 那这边有一个小细节 为什么我会推荐你这一间餐厅呢 因为TayBuy O'Bahn 它有一些调酒是相当有特色的 那我在女生的Tinder profile的照片上面 我看到许多调酒的照片 所以我认为她对这个会有兴趣 所以随时随刻 你都要去观察女生的一些小细节 而不是持续的活在你的脑袋里面 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 那么上面这个讯息也有许多的细节 你会看到我跟对方讲说 我不专业啊 对方酸我的方式是说 那你听起来那么专业 不然你先分享好了 但我不买入这个框架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专业啊 所以你不要套一个这样子的身份在我身上 所以我在这边我是退一步 让女生知道我是一个谦卑的男生 就告诉她说 我不专业 我只是喜欢尝试新的美食 我跟你一模一样 要读懂我这个讯息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其实我是在跟女生创出一个共同点的 她也喜欢尝试美食 我跟你一样 我也只是一个喜欢尝试美食的人 类似这样子的讯息 女生看了 她才会觉得舒服 她会觉得你是一个千变的男生 你们才有办法持续的聊下去 这时候女生的温度拉高了 她回我说 我知道那一间 不过我不太喝茶酒 接下来她跟我分享说 她通常在台北去的酒吧有哪一些 包含莫尔 MOD Tiger 以及Lily 同时她也分享有时候会去Sake Bar 在这边我想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 还记得我刚刚跟你们说 要注意女生的小细节吗 这也不是什么小细节 这个是女生直接在告诉你说 她不太喜欢喝茶酒 她通常去的酒吧有哪一些 包含Sake Bar 然而我看到很多 没有情商的男生到这边会怎么聊 她会持续聊自己的 Tay by Oban 完完全全忽略掉 女生的这一串讯息 她会持续的聊说 哦不会 你一定是喝错茶酒了 哦没有没有 那个茶酒其实很好喝的 哦我跟你说 那边的食物真的很好吃 哦我跟你讲 你一定会很喜欢Tay by Oban 要不要一起去 然后当女生不答应你的邀约的时候 你才要回来跟我哭泣说 哦为什么我邀约她都会拒绝我 哎兄弟 你有没有在看 女生传给你的讯息长什么样子啊 女生跟你说 我不太喝茶酒 有没有看到这个 然后再来她说我通常在台北我都去这一些酒吧 然后她还在丢一个讯息 Sake Bar 看一下对方的讯息 然后并且去做微调的动作 那我也能理解一件事情 你想要拉回Tay by Oban的原因是因为 你懂Tay by Oban嘛 你毕竟你推荐的餐厅你当然能理解嘛 对方现在在讲的 不懂 所以你会不知道要怎么聊 来我这边就给各位解答 到底要怎么做 首先呢 我先丢一个通理的讯息 我说确实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茶酒 独以为有的味道 我这个讯息是不是在照顾女生的情绪 甚在跟女生说 哎没有压力 如果你不喜欢茶酒 我们也可以去喝其他的调酒 当你这样子通理女生的时候 她会感觉在讯息当中 她有被你照顾到 那未来 她运你出来的可能性 就肯定会提高 那接下来两个讯息 如果要拉回时间线的话 我会先传这一个 然后我再传这一个 那我也运用这样子的方式教你们就好 我在这边我就跟女生说 很巧的 你刚刚推荐的 没有一个我有去过 那 这边就是一个沟通表达技巧 你一方面 你要有一致性 你没有去过的地方 你不要跟对方说你有去过 但另一方面 你也不能让女生觉得 你是一个无知的男生 你好像没有任何的品味 所以说话技巧长什么样子呢 你可以先讲说 很巧的 你刚刚推荐的 没有一个我有去过 然后我这边 同时我加了一个emoji 一个笑脸 那这就是我当下的情绪 因为我觉得有点好笑 她推荐了一堆 我竟然一个都没有去过 第二个讯息我丢的是 Indoge以及Pump Barn 是我比较常去的 这个是为了要让女生觉得 我不是一个无知的男生 玩完全没有品味的男生 还有整天宅在家的男生 如果是你的话 你没有去过Indoge或Barpoint 你总有去过某一个酒吧 或是去过某一个餐酒馆吧 那你就可以直接推荐 你自己懂的那个领域就好 但记得一件事情 这边的重点就是为了要去 保持你的一致性 同时也保持你的自尊 同时也提升你在女人眼前的形象 如果我们同时这三件事情都要办到的话 你必须要运用这样子的传信息模式 让女生知道你有办法保持你的一致性 同时你是一个有品味的男人 透过这个讯息之后 你会发现女生的温度 开始拉得越来越高 那我们要如何判断这件事情呢 因为女生说我超爱Indoge的 同时也丢了三个Emoji过来 同时她跟我讲说 她们的sidecar很好喝 那为什么女生的温度会越来越高呢 这道理很简单 看一下这边我们运用了多少技巧 那事实上我们都是在做微调的动作 从最上面的我的开场 有点让女生觉得很疑惑 我去做了一个微调的动作 运用原因来去补充我的开场 然后甚至来去合理化我的开场 然后再来当女生稍微有点酸我的时候 然后跟我说 既然你要聊这个话题 不然你先 那我就顺着话题聊就好 我也同时很谦卑的说 我没有那么专业 我只是跟你一样 我喜欢尝试美食 那同时我针对她字节 以及照片的一些小细节 来去推荐 我认为她会喜欢的餐厅 以及餐酒馆 那么当对方说 她不喜欢喝茶酒 我也会去做微调 我也会跟对方说 确实不是每个人都会 喜欢茶酒独一二的味道 当女生推荐了许多的酒吧 我不知道那些酒吧是什么 我甚至都没有去过的时候 我也会保持我的一致性 我会说 很巧的 你刚刚推荐的 没有一个我有去过 同时呢 我也会去推荐几个 我有去过的 endolge 以及barpoint 来让女生知道 我是一个有品味的男人 你看 我是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才会有这一段 才会有这一段 女生才会说 我超爱endolge的 他们的side card 超好喝 然后给我这三个emoji 这就表示 她的温度 渐渐的开始提升了 那么因为我那阵子 实在真的太忙了 那时候要从美国回来到台湾 然后因为我有时差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应该消失了10到14天 如果我记得的话 当我再次再打开tinder时 我想要再次 开始跟这个女生聊天 然后已经10到14天了 看一下我这边怎么做 我说sorry 聊到一半 整个搞消失 才刚回到台湾 这几天都在跳10叉 让我有点疲倦 前面这个讯息 首先就直接跟对方说道歉 聊到一半 我整个搞消失 完全认了 这是我的错 再来 我要有一个理由 为什么 任何的事情 你所有的立场 你的喜好等等的 你都要有一个原因 去做辅助 这样子 你才能让女生了解你 如果我没有这个讯息的话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如果我没有这个讯息 已经没有这个解说 我说sorry 聊到一半 整个搞消失 你过年期间过得如何 陪老人家聊聊 有没有很开心 我就问你 你把这个讯息丢出去 女生要怎么回你 难回吧 而且甚至她不想回 因为你没有给理由 为什么你突然搞消失 所以在这边 给这个合理的理由 是有必要的 那因为那时候刚好过年 所以我拉点时事的议题 看能不能重新点火这段对话 所以在这边我就问说 过年情节过得如何 陪老人家聊聊 你有没有很开心 最后最后到这边 我想要各位注意一下 女生的情商 女生说 呵呵 我差点把你的tender给删了 算我们有缘分 直接拉男女框 这表示这个女生很会 这一招 各位也可以把它学起来 你知道我有一个经验 就是我跟女生聊到一半 然后她真的还给我突然搞消失 一个礼拜之后她回来密我 你就可以丢 类似这样的讯息过去 我还以为你已经移民到美国了 用类似这样的玩笑 让这段对话有办法继续 那么女生在这边丢了 算我们有缘分 这个是不是IOI极高 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只有一个判断 那就是 在我消失10到14天的这一段期间 她聊的所有男生都超白目 超没情商 当她回去看到 我们两个人的对话记录时 她觉得我是一个高情商的男生 所以这有点像是那种 你消失了这段时间 我跟了多少白目的男生聊天 终于有一个高情商的男生 回来跟我聊了 好 我要把握这个机会 所以她才会丢一个这么聊的讯息说 算我们有缘分 那英文直接翻过来的话 就是Lucky Us 你可能会觉得 Lucky是不是 就是 是不是我们两个运气很好 不是这样子翻的 真正要翻的话 一定是用缘分来去翻 我不要有一些正义魔人在底下 然后一直在那边教我英文 Please guys 相信我的英文好吗 当我看到这个讯息时 就告诉我说 该是要转到LINE的时候了 所以到这边我就顺着河流聊 我说呵呵 对 算我们有缘分 然后我再跟对方说 你会想要转LINE聊吗 那边比较好联系 一样给一个理由 为什么要交换 最后对方就给我 我就说好 那我们就LINE聊 好这边注意一个细节 当女生说 算我们有缘分时 不要那么白目的 就透露一大堆需求感 以及你对他的兴趣 跟对方说 哦对啊 我们超有缘分的 敬探号 Look 那个散发出去的信息指标 把它调到一个20分就好 如果刚刚那个是100分 调到20分就好 在这边 我可以顺着你聊吗 我说对 算我们有缘分 这样子的言语 比较没有那么夸张话 也不会让女生吓到 这一集分享了许多 女人心理学 以及微调的干货 如果各位有学到 那个赞 你给他按起来就对了 这个赞就是你能够提供 野性成生 最好也是最棒的价值 所以321 谢谢各位兄弟们了 除此之外 你可以在以下留言 你今天有所学到 最重要的一到两件事情 这会帮助你内化今天的内容 或是你想要在以下打卡 野性成生完成 加一 让我们知道 你已经完成这支影片了 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想要看更多更多 网聊的干货 以及案例的话 我们有一个网聊神技课 教你如何透过 Tinder以及Bumble 类似这样的交友软体 转到LINE 以及透过LINE升温道 你可以把女生直接约出来 让你一周 最少有一场约会 透过这个课程 你会完完全全了解 网聊 它其实是有个SOP 以及如何在讯息的过程当中 与女生创出连结 并且创出共同感 那各位上班家 I love you guys 我们就下集见了 Bye Bye